近日有内部消息指出,罗志祥原计划在5月5日召开记者会,地点会选在深圳或上海,但由于准备不及,目前已延迟,预计最快会在本月完成。 报道指出,罗志祥事业遭受重创,预计会在公开道歉后宣布无限期停工,并与蝴蝶姐姐切割不排除几约。 罗志祥会在内地召开记者会,但蝴蝶姐姐的实运就没有那么好,据他们了解,蝴蝶姐姐和罗志祥公司合约马上到期,两人从2014年合作至今,罗志祥愚公愚私,对蝴蝶姐姐都特别照顾。 如今两人偷心被曝光,罗志祥大概会顺势与之切割,接下来也没有因提前解约而面临的赔偿金问题。 事实上,如果没有罗志祥这根大腿,蝴蝶姐姐很难在娱乐圈立足,当初她主动爱特周扬青道歉。 任抢小三的骂名,就被怀疑是考虑到罗志祥的原因。